有着千年历史 最具中国地域特色的生态古民居 童话世界般的焦东海草房 现在依然居住着很多渔民 海草房是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古老生态民居之一 是极具地域文化的民居建筑形式 主要分布在中国焦东半岛的微海、烟台、青岛等沿海地带 特别是戎城地区更为集中 因地处沿海地区 夏季潮湿、冬季寒冷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 想要一间冬天保暖驱寒、夏天遮雨防晒的民宅 当地的居民便以石头砌柱墙体 用晒干的海草做顶 打造出了海草房 据考证 海草房从秦、汉、至宋、金竹步行程 并在焦东半岛广流传 到了元、明、清进入繁荣时期 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被认为是最有原生态和海洋气息的焦东半岛民居 海草房在材料的选择上 用于建造海草房的海草不是一般的海草 而是生长在5至10米前海的大叶海苔等野生藻类 海草生鲜时颜色翠绿 晒干后变为紫褐色 非常柔韧 由于生长在大海中的海草 含有大量的鲁岩和胶质 用它擅成厚厚的房顶 除了有防虫柱、防霉烂、不易燃烧的特点外 还具有冬暖夏凉、居住舒适、百年不休等特点 深得当地居民的喜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跳舞 在非常着急 拐子 时续 自沟 当地裕 跳舞 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